画好眼线的11个秘诀 说到化妆,我们永远有用不完的好点子,各种风格皆饶富趣味 然而,要能自己画眼线又是另一个层级 眼线样式百百种,对初学者来说,要能体自己画,是相当大的挑战 眼线能增添脸部风采,衬托并凸显五官,因此得格外慎重,妥善应用 因为,整体观感的好坏都将取决于它 想学习画好眼线的秘诀,请继续阅读以下内容 一,找出最适合你的,眼线,类型 上眼线前,该知道有哪些工具可够使用,找出何用的眼线笔是画好眼线的第一步 铅笔形眼线笔,对初学者来说,铅笔形眼线笔较易上手,相较液状或胶状眼线笔,其有较柔软,滑顺,的触感 沾尖笔形眼线笔,使用起来与液态眼线笔非常相似,然沾尖笔头眼线笔是将眼线液储存在填充器中 液态眼线眼线笔,其颜色较深,笔尖墨端收细,使用上需更加稳定,精准 眼线胶,眼线胶通常保存于小瓶子中,附上笔刷,使用上较为便利 2. 如何减少手部震动 画眼线时,让笔头维持稳定有其困难,然还是有办法可以避免失误 你需要的是 充足的照明,以便清楚看到手上的工作,可将手肘放在平坦的表面上,让动作保持平稳 上眼线时,将小指放在脸颊上能减少震动,保持稳健的呼吸,避免任何突发的动作 3. 画上辅助点 若是初学者,可先在眼皮正面上几个辅助用的导引点,将它们连接以完成眼线 辅助点尽可能贴近睫毛,不要太厚,标记出预定轨迹 4. 撑紧皮肤在画没有比较好 有时用手先绷紧眼皮,眼线似乎较容易画得上去,然而往往一放开,就变成为一场灾难 5. 亡羊补牢 可用卸妆液和棉签修饰,或在变形的地方图修正绩 5. 胶带辅助法 5. 想要有一个完美的眼尾,凤尾,却应手抖而总是裂不从心,可试试这个方法 5. 准备胶带 将它贴于睫毛与眉毛之间,眼角高度的位置,如上图所示 如往常一样画上眼线,待完全前了之后,小心地取下胶带 6. 除了胶带,你也可以使用衬纸,或自制楼空纸卡做辅助 6. 让眼线笔起死回生,冷冻法 6. 眼线笔若前掉或开始脆化剥落,请依一下方式处理 先妥善地清洁,力顺笔后 7. 将笔盖关紧,将眼线笔放入冷冻裤 7. 将其冷冻至少20分钟,这样做能使笔头再次定型,方便再次使用 7. 使眼眸更加迷人的技巧 8. 一个能让大家注意到奶迷人双眸的方法,就是将上,下眼瞼,眼皮,内侧均换上眼线 8. 这个方法由使眼睛看起来更深邃的效果 9. 睫毛膏就急 9. 匆忙,就及时,或身边没有眼线笔的情况下可改用睫毛膏 9. 请搭配睫毛刷使用 9. 用刷头沾去些许睫毛膏 9. 如同眼线笔的用法,将睫毛膏涂上 9. 使用与眼线笔相同色细的睫毛膏,能有相仿的效果 10. 猫眼画法 10. 兼具优雅及性感的猫眼妆,使很多人跃跃欲试 它是一种怎么也不会退流行的眼妆 10. 想要画出完美的猫眼,可遵循以下步骤 11. 一开始,先确保眼皮表面前皂 11. 摇匀眼线笔内的眼线高,避免结块 11. 构想一个翼状的基本轮廓,外框,可依个人喜好 10. 将轮廓,翼的高度,提高,画出轮廓 10. 轮廓,翼,两端点于眼球中心移成一直线,将轮廓内空隙涂满 10. 静置带前,同样步骤套用指令一只眼睛 11. 信心最重要 11. 上眼线时,要有自信,没信心才会画不好 11. 第一次画得不完美并不打紧,别归心,只要稍加练习,就会越来越上手,很快你也能成为眼线专家 11. 买 touch 11. 不妨碾 11. 轮廓 10. 白球 11. 白球 11. 的